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是還沒有訂閱一支阿美Youtube頻道人呢 記得按下訂閱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大家好,我是Homida 今天呢這一支影片的主題呢 是我要待在家裡好好來整理我的家 因為我上一次呢其實有拍了一支Room Tour 那支影片回想很大耶,大家都有看 我其實自己除了很開心之外 同時也覺得有點尷尬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一個非常會整理家裡的人 底下其實很多網友都跟我說阿遠你可以好好整理一下你的家嗎 我就OK好,我就是剛好趁今天完全沒有任何事情 我想說好好來整理我的家 剛好趁著今天也沒有要出門 就給自己的臉休息一下,所以我今天就完全不上妝 但是呢保養品還是要擦 所以呢我就想說我今天就是先在開頭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保養的過程 然後我們保養完之後我就開始來整理我的家 OK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這一次他們會寄給我這個呢 好,其中這一瓶凝膠呢 其實我真的已經用了第三瓶了 前兩瓶已經被我用光了 這瓶真的很好用 我跟沙拉都超喜歡的 那另外呢這一瓶應該就是他們這一次的重點了 因為呢它是有蛋斑效果的一瓶保養品 那我覺得其實還蠻適合開始接近親手女的我 對,就是我覺得我好像開始有一點需要 你們不要看我就是好像皮膚沒有什麼雀斑之類的 其實是有一點點的 我不知道鏡頭這樣看不看得到 可是其實是有一點點雀斑的 對,所以我就覺得 欸那這一瓶如果它可以淡斑又可以亮白的話 那搞不好可以來試試 而且呢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阿圓到底有什麼美白的方法 為什麼覺得你以前黑歷史的那些照片 跟你現在落差很大之外呢 為什麼你皮膚感覺以前很黑 但現在好像還蠻白的 其實是我自己個人呢平常就是很宅 不喜歡出門 然後呢再加上我覺得勤勞做保養還蠻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問我有沒有一瓶很厲害 就是可以讓你皮膚亮白阿 可以讓你淡斑的保養品 我真的想不到 所以這一次其實鉛筆寄給我這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還蠻好奇的 那我已經用了一陣子 我大概已經用了一兩週了吧 那我自己個人是覺得就是在使用的過程當中 欸它其實吸收速度算是蠻快的 然後你要說到那種超明顯就是 就是斑整個完全不見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但是我覺得 會讓你的皮膚的膚色比較不會那麼的不均 它會變得比較均勻一點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再加上它雖然吸收速度很快 但是你在冬天使用的時候你的臉也不會乾 所以這一瓶我自己最近就蠻喜歡用的 然後再加上用完它之後 我就一定會用這個保濕凝膠 就搭配的使用 好啦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保養囉 它其實擠出來就是這樣子 乳白色的 它非常的好吸收 然後重點是它夠保濕 然後呢其實它上完之後你也不會覺得 臉上好像黏黏的感覺 是一瓶沒有什麼負擔的保養品 然後再來就是凝膠的部分 對凝膠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我真的已經有超多品的了 剛好趁著今天沒事 可以讓自己的皮膚休息一下 嗯 好了完成 好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呢要去整理我的家裡了 那今天呢一整天結束之後呢 最後我會來跟大家分享這一次 倩碧保養品 就是我使用的新的 因為其實我心得我早就已經想好了好嗎 因為畢竟就是我已經用它用一陣子了 所以呢晚一點再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使用倩碧就是這幾週的心得 那我們先一起來面對現實整理家裡 好的首先我覺得我應該要把這一塊 就是認真的整理一下 我真的超愛把東西就是亂丟在這下面 這個桌子底下真的是有點小亂 我現在呢去換上一個就是比較輕便的裝扮 因為剛才就是穿連身裙真的太難整理東西了 然後我現在就換上一個很輕便的 我覺得弄髒也沒有關係 來那我們現在到我最可怕的房間 這個地方呢我鐵定是要好好來整理整理一下 因為真的是有夠亂 我覺得光是這邊 這邊就是真的太亂了真的不行 你知道嗎就是在整理衣服的時候 就會從中撈到一些垃圾 但是也會從中撈到很多支那種口紅或者是錢 像這支口紅我早已經不知道它消失多久了 不錯吧 不錯啦好多了 你們都給我看我上次那個慘狀 現在這樣好多了 那這裡呢 這裡現在要來整理了 然後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的化妝台其實就是非常的混亂 因為我化妝不會在這邊畫 所以我有一些就是部分放這邊 然後部分會放客廳 耳環 因為我耳環就是幾乎都是舊的 我沒有到就是超愛買 所以就是其實很多其實大家應該都看過了 然後掛在上面的其實我都是比較少用的 我最常用的應該都是這一攤吧 已經是被我弄到一個混亂到一個不行的了 這邊應該是我最常用的 好 好這邊整理的差不多了 好不好就隨時想拿什麼東西就可以直接拿 就是不用那種密密麻麻 然後當作想找什麼東西也找不到 這樣也很麻煩 就這樣就好了 耶 整理完了 雖然沒有到很乾淨 但是起碼這邊是可以走路的好不好 不像以前 這邊堆滿滿完全沒有辦法走路 好啦 整體有一種比較舒暢的感覺了 好我們去下個地方 房間 Let's go 整理一下我的床頭� 這邊其實也是蠻亂的 因為沒事就這邊就是會一直狂堆一些無為無為 比方像什麼耳環啊 什麼髮圈啊 許記本啊 這個櫃子是米露的 所以我就不會勤了 好啦米露的我就幫它折一下啦 收 然後收到那個我的牙套了 我只是有的時候早上 你們看到我在講話的時候我不會呆 因為 我講話的時候大概會有口水的聲音 好 整理了差不多了 因為呢上一次的網友討論 覺得客廳比較亂 然後覺得我的房間小房間都比較亂 所以呢我就針對這一次呢 大概的整理一下 對就是盡我所能 在一個小房間都比較亂 可以整個下午的時間整理 然後 這是現在的 客廳的部分 對 我是覺得呢 這可能是過一兩天之後 它可能又會暴亂 但是目前是這樣子 我希望它可以維持至少一個禮拜 工作區的部分呢 因為我這邊一定會有很多條線嘛 因為我有時候想要充電 有時候要聽音樂 然後有時候要充行動電源 然後會放水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不可或缺 就一定要放 已經不算亂 已經不算亂了 拍五水機 這邊是沒什麼好拍的 但是呢我剛剛其實整理了一個下午 這邊是我的垃圾 我老天爺 我真的覺得也太多了吧 其實有多久沒整理家裡 真的太可怕了 然後我帶你們去看一下 我的小房間 小房間已經被我整理的比較好一點了 至少我覺得是 亂中有序 最後是房間的部分 房間部分呢 其實房間我覺得它沒有到很溫馨 沒辦法 因為我就是平常就是 就睡覺 就是也不會在這邊幹嘛 所以我就覺得它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小空間 然後堆了很多的衣服 然後這些箱子 全部通通都不是我的東西 我只能夠做 我能夠做的 就是整理我能夠整理的東西 不過這邊就是差不多這個樣子 累 需要休息 好我要來保養一下了 等一下 好 好啦大家 我終於把我的家裡整理的差不多了 雖然沒有到真的超級乾淨 但我覺得至少比原本的狀態好 大概至少有三四十% 那接下來呢 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次欠必提供給我的這兩個保養品 因為趁著太陽 還沒完全西下 還有一點陽光 這時候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有一些網友會在留言板底下問我說 阿遠的膚況到底是大概什麼樣子 混合性偏乾 就是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明切的說明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作息 我是一個早起但很晚睡的人 所以呢我基本上會有膚色不均的問題 特別是我晚上容易熬夜 所以呢我可能容易就是會有一些暗沉啊 或者是黑眼圈等等這些問題 那再加上呢我自己本身 生理痘 幾乎每個月都會來找我報到 我生理期的時候一定會長生理痘 然後我又會很手殘很手健的就是想要去擠它 那只要一擠完之後 完蛋 它就是很容易會黑色素沉澱 所以你們看我膚色不均其實有很大一部分 是在我的下巴這邊 會有一些小豆爸的吉祥 或小豆爸的一些痕跡 沒有錯就是因為我蠻愛擠它的 那這一瓶呢它是根據 紐約的研究室結果 檢驗出呢它可以讓你在兩個禮拜內 改善膚色不均的問題 然後四周內呢就可以讓你淡斑 然後同時又可以消去一些黑斑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它確實真的有改善了我 就是膚色不均的問題 豆爸的話 我覺得可能真的要用一個月之後 才會有明顯的改善 但是光是膚色不均 我覺得就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膚色均勻的話 你整個人會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比較白一點 那這一瓶就非常的適合給大家使用 我覺得這一瓶應該也蠻適合 輕熟女或媽媽使用的 開始可能容易會有一些淡斑之類的問題 這時候你就很適合可以用這一瓶 那大家其實應該都知道 就是黑色素沉澱的話 很容易就會形成黑斑 所以呢 倩碧的這一瓶精華 它裡頭就含有植物萃取 酵母萃取的技術 它可以干擾你的黑色素形成 那你只要黑色素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形成 比較少斑 或者比較少黑斑的話 你就可以省掉遮瑕的功夫 你懂嗎 就是因為你皮膚就會變得比較好 你就不需要就是早上還在那邊要遮瑕 然後在那邊花很多時間化妝 我覺得這一瓶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因為它算是一瓶保濕 但是偏清爽的凝膠 所以這一瓶推薦給大家 然後這一瓶就是如果你有膚色不均 或者是有一些淡斑黑斑問題的人的話呢 這一瓶推薦給你們 那其實呢我這一次有很大一部分想跟大家分享的倩幣 是因為我知道我的TA大部分可能都是學生 或者是偏小資助 跟你們一樣就是在自己二三二四歲的時候呢 也是很愛漂亮 然後那時候也覺得自己應該要接觸一些專櫃品牌的保養品 但發現OMG專櫃的東西也都太貴了吧 所以呢我覺得倩幣他們家的保養品 價格非常的親民好入手 所以呢我覺得算是一款專櫃入門款的一個品牌 那我覺得他們家有一些明星特惠組 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 就比如像是我現在手上的這兩個東西 明星精選組 幾乎只要是倩幣粉的人應該都會買這兩組 水時廠72小時的超循環保濕凝膠 還有水時廠保濕精華 非常的保濕非常清透 然後不會很黏 那它的推薦價是2400 等於整整就是幫你打了五九折 打到骨折 而且這是他們家週年慶的第一名熱銷 完全是已經紅到就是可能 你早就已經知道這兩個東西是明星商品 就只是這一次又聽阿遠我本人再重述一次而已 所以呢如果你們想要入手欠幣的保養品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入門款你們可以買 然後呢再來就是他們家的口碑明星必修組 三步驟洗面膠 三步驟溫和潔膚甩二號 奇蹟修護系列還有專屬精翠 到時候就是要把這個就是加進去裡面 它就變成是一瓶了這樣 三步驟的洗面膠30ml 以及最後一個水時廠72小時超循環保濕凝膠 就是7ml的這樣子的價格呢是2830 整整打了64折 其實也是算蠻多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真的是可以讓你用很久 保濕對於台灣天氣台灣氣候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你不用擔心說會容易冒痘長痘痘 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算是偏清爽 而且這個組合是可以搭配你自己的ID起雞乳 然後再送你保濕明星水瓷場還有洗面膠 所以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划算 如果你就是接下來母親節還想不到到底應該要買什麼送給媽媽的話 我覺得這個組合這個套組 非常的適合送給媽媽 因為它就是親民個短彎 你知道媽媽收到之後就會非常開心 他覺得哇禮物很澎湃的感覺 講了這麼多我決定就是把這一整套就是母親節 然後送給我媽媽的這個口碑明星必修組呢 直接寄回台南 讓媽媽看一下女兒的笑心 然後呢順便叫我妹偷拍一下我媽的表情 好啦那假如呢如果你也是有一些痘疤啊 或者是有些痘痘的女生你想要體驗試試看的話 我跟你們說你們可以到官網上面去填寫體驗表 就可以兌換免費的試用包 大家如果就是想要試用然後就想說 它畢竟就是還是要一兩千塊 覺得就是手頭有點緊的話 沒關係你可以先去拿試用包 去上網填寫基本資料就可以獲得了 那最後呢也祝福大家就是可以在接下來母親節呢 挑到一個媽媽非常喜歡的禮物 那這是我要送給我媽媽的禮物推薦給你們 如果你們也想要送這個給媽媽的話 我相信她應該會蠻喜歡的 那這樣子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領個喜歡 然後記得follow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我的Instagram 那不要忘記記得開小鈴鐺 那我們現在在影片見吧 安妞 我寫給我媽的禮物我拿去給我媽了 媽咪謝謝我寫給妳的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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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為什麼會知道好多喔 那是什麼 提前的母親節快樂 這個月我再回去找妳的時候 在一起吃飯 這陣子心情死好死壞 但一切都會過去的 謝謝媽 也很抱歉讓妳擔心 女兒會更好的 請媽媽不要擔心喔 倩幣的保養品給妳用 希望妳會喜歡 全家人都要先來 阿肥也是喔 阿肥很幸福 很需要 謝謝 很棒的唷 有沒有很開心 開心 開心 真的很開心 這可以讓我用很久 妳不用再買保養品 不用了 對啊 我不用再買給妳了 不用 謝謝啊 太遠 幫我說掰掰 掰掰